花莲吉安铁路高架纳入花东铁路双轨化计划的工程中 现任立委傅昆奇争取由中央全额负担 历经6年交通部承诺由中央全部负担 改善大花莲市区内7个铁路平交道立体化的工程 地法院交通委员会17号邀请交通部到花莲 针对花莲7大平交道立体化等交通议题进行考察 交通部长王国财 台铁局长杜威 铁道局长吴胜元 立委傅昆奇 现任许正伟等人都到场参与 王国财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已经进行一阵子了 花莲到吉安这一段原本设计是平面双轨 但他来花莲看过几次 大花莲市区内7个铁路平交道 本身有路行就很不好 在这种路行下 做双轨化实在会有安全余力 非常危险 因此修正计划把这7个平交道立体化纳入双轨工程 由中央群而负责 也希望县佛能够尽速把立体化研究成果 送入交通部审议 花莲到吉安这一段有7个路口 那如果只是做双轨化 事实上它没办法解决现在的这些问题 包括安全 包括整个城市的分隔的课题 尤其这7个路口我们看起来有很多路口 它的路行是非常的复杂 也就是说有安全余力 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想法 会来修改我们花通双轨的计划 把这7个路口以高价化的方式来处理 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跟花莲一线政府这边 会把相关的这些研究初步的成果 然后纳到我们的修正计划 那我们也期待就是说一个 双轨化的一个建设 必须能够解决问题 如果它做出来还是没办法解决 这个安全的课题 那我是觉得它效益就不够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就朝这个方向来进行 李文文杰表示 这是花莲人期待已久的建设工程 希望中央继续支持花东的交通建设 使得能够加速 带了整个所有交通部所属的这些 包括铁路局 铁道局 通通到花莲 吉安以及市区 就7个危险平交道的部分 整个把它纳入双轨电气化 而且部长也正式在这里表达 所有相关的经费 由中央统一的来补助 全额补助 让这个花莲跟吉安 我们整体的市容能够改善 最重要的是 所有用路人的这些安全 能够得到确保 我们再一次 谢谢王国财王部长 也争取了这个行政院 这个陈建仁 陈院长 以及郑文燦副院长 共同来支持 让这个铁路双轨电气化 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 所有的这7个危险平交道 能够全速的由中央 来把它建成立体化 现在其中会感谢交通部全日支持 我想大家都表述了非常多意见 我们最快的就是希望 第一个 当然刚才谢谢部长 已经承诺的全额 把它纳入我们的铁路双轨 高价电气化 我们来掌声一下给部长好不好 大火轮地区因为铁路在市区形成7处平交道 地方期盼地体化多年 建福在2016年提出铁路西以计划评估 后因为西以经费庞大 花轮财政无法负担而策案 花轮吉安铁路高价 纳入花东双轨化工程 但由于花轮财政不佳 无法负担经费 新的利益副关企业上了之后 继续争取中央全额补助 接下来就关于节目的报道